腦神經 滿足你的求之運 現在跟著我站一站一起 前進戰略高地 到台灣大搜索頻道 也能輕鬆找到播放清單 一起按讚留言分享 多點互動 給五二會客室更多的前進動力 歡迎收看全球大視野 我是林家元 全環動起來 我們來點點名好嗎 告訴我您在哪一個城市 一起來仔細評收看 全球大視野開會員了 謝謝大家被靠被支持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重點是分享 讓更多人看到 今天要聚焦哪些主題 中美博弈大陸許多方面 都展現了後發的實力 美國媒體Meter Watch超級緊張 說美國可能會輸掉 隱身轟炸機的競爭了 提到就是中國大陸轟20 可能會在7月首飛 那不就這個月了嗎 這會領先美國的B21 改變中美的遊戲規則 美國為什麼這麼擔心 因為這個轟20 航程達到了一萬兩千公里 能夠搭載的是核武器 不只突破美國所設立的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美國全境50個州 都在它的打擊範圍之內 中美都在積極研發戰略轟炸機 美國媒體甚至點出來說 中國大陸轟20配備了一對叫做 可動垂尾 這個領域是領先美國的 什麼叫做可動垂尾 它包括什麼 像平方的狀態的垂尾 它可以充當主義的一部分 因此讓這個隱身最大化 還有來看到 它有一個是旋轉的狀態的話 就能夠讓這個充當的是水平的尾翼 讓它爬升的時候達到最大化 另外厲害的還有是一個豎起的狀態 就能變成怎麼樣 像是V型的尾翼 讓起降更加的穩定 等一下好好的告訴你 中國大陸崛起不只是戰略轟炸機 印度媒體歐亞時報 它也特別說 中國大陸下一艘的航空母艦004型 採用的是核動力 而陸媒則說 現在已經下水的福建艦 要迎來最強的艦載機 包括什麼呢 包括了殲35 還有空井600 以及殲15D的戰機等等來解析 美國方方面面圍堵大陸 但接連觸礁了 美英、澳AUKUS 還紛紛踢到了鐵板 美國總統民調 來看到拜登 這樣的支持度 破了30%的支持度 另外民主黨人也不支持他連任 英國則是強森倒台了 9月5號英國會迎來新的首相 至於澳洲各界原本以為 中澳關係會不會趨緩一點點 但是澳洲的總理艾班尼斯 他又展現了對華強硬的態度 他說澳洲希望重建跟大陸的雙變關係 但是澳方不會回應中方就改善兩國關係 所提出的建議 也不會在任何問題上改變立場 等等來解析 首先頭帶來看到是美國擔心中國大陸崛起 但是大陸方方面面都展現了後發的實力 經濟上即將抽感了美國 另外的軍事實力也是如此的 尤其來看到美國媒體超級緊張 表示美國可能會輸掉隱身轟炸機的競爭了 就是提到的是中國大陸的轟二十 也許會比美國的B21還要更早完成在今年首位的任務 所以您覺得如果轟二十橫空出世之後 是不是直接就顛覆了中美的軍事實力 也因此改變了遊戲規則 來聊天視 寫上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來看到這個報導 其實是美國媒體Military Watch 它報導表示 由於美國新一代的B21的突襲者 隱身轟炸機它首飛是延後了兩年 它延後兩年了 中國大陸來看到是轟二十 可能會比B21的轟炸機還要實現的首飛 實現了對美國的趕超 美國媒體特別點出來說 在全世界的競爭當中 已經形成怎麼樣呢 已經形成了中美兩國的遙遙領先的格局 就G2的一個格局 美國跟中國大陸 比如說兩軍在什麼呢 在上市軍事規模 還有國防預算 甚至是包括了新武器的研發 還有列裝的領域 通通中美是沒有對手的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兩國 在航空母艦上 比如說中國大陸已經有福建艦了 以及第五代的隱身戰鬥機 比如說就是中國大陸的殲20 中美都形成了壟斷局面 因為都已經量產了 另外除此之外 中美兩國還在兩個領域處於是 你追我敢的態度 意思是說誰都不能夠輸的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 在六代轟帶機 六代機的部分 就是第六代戰鬥機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另外還有就是 21世紀的戰略轟炸機 這個領域 其實也都是在你追我敢的 而目前都無法 在其他國家都沒有辦法 在這兩個領域實現了突破 中美誰能夠先突破的話 就能夠贏了對方嗎 其實只有在冷戰時期的時候 美國跟蘇聯都裝備了 洲際戰略轟炸機 而目前俄羅斯它推遲了 它自己的PAKDA的 隱身戰略轟炸機的研製進程 把它所有精力投入在 重啟冷戰時期 它們所開發的 來看圖160的戰略轟炸機 轟炸機的上面 而美國的部分來看到 它則是在B-21 還有來看到 中國大陸是轟20 現在就成為當今世界上 僅有的兩款 正在研製的戰略轟炸機了 而說到了這個美國的 B-21的突襲者轟炸機的計畫 它其實是要怎麼樣 它其實是要取代 逐步老舊的B-1B的槍技兵 以及來看到是B-2A幽靈 戰略轟炸機 它們的相關計畫 好 我們來看到 包括了他們希望能夠 建造百量的相關的轟炸機等等 而中國大陸轟20的項目當中 其實是由中國大陸的西非 來進行承接的 它是中國大陸首款的 洲際戰略轟炸機 美國媒體特別指出來說 美國的來看到是B-21的戰略轟炸機 它主要目的就是要對 中國大陸縱深的目標實施打擊 而中國大陸的轟20的轟炸機 它首要的目標 則是要打擊美國的本土 所以誰先搶先一步列裝 新一代的戰略轟炸機 就能夠在兩國戰爭競爭當中 獲得顯著的優勢 當然就是你追我敢了 美國媒體特別點出來說 B-21的轟炸機 它手架原型是怎麼樣 它手架原型其實是在 來看到2019年這個照片弄錯了 它其實它手架的這個原型機 在2019年的時候要建造的工作 而原規劃會在2021年的時候首飛 不過由於種種的原因 它首飛推遲到了2022年 而如今這個進程又被推遲到了2023年的 好 這個是美國的B-21 相反的看到中國大陸就不一樣了 中國大陸轟20的轟炸機 被認為會在近期實現的首飛 因為這是中國大陸試飛院 目前正在準備試飛一款 具有來看到的是戰略意義 跟歷史意義的機型的飛機 所以它就符合了這個所謂定義的飛機 被認為就是轟20的轟炸機了 Military Watch就特別強調說 中國大陸官媒最近有報導 中國大陸最近要進行一種新鮮的飛機 很快就會進行首飛 還強調具有戰略跟歷史意義 形容中國大陸的這一款 就是首款可以跨大洋 達到了其他州執行作戰的戰略轟炸機 好 如果轟20的轟炸機 強在美國的B-21轟炸機前面 還進行是非的話 這就會證實 美國對大陸的領先地位是真的擔憂的 最重要的是 中國大陸在國防的部門上面 比美國更有競爭力 更快發展軍事的裝備 同時裝備更多的革命性的作戰能力 比如說來看到 美國的空軍採購部的副部長 副助理部長叫做霍爾特少將 他曾經警告過五角大廈 他說中國大陸新武器的裝備速度 是美國的5倍 花費1美元 其實就能夠實現美國是20美元的軍費的目標 好 再來看到 美國媒體也強調說 如果這個轟20比B-21還實現了首飛 那麼就會說明了 美國在自己戰略轟炸機的領域 失去了對中國大陸領先的優勢 而且大陸比美國快得多的速度 真的快很多 而且發展戰略級別的武器系統 真的可以說進展神速 中國大陸的轟20的轟炸機 其實在7月份的時候被猜測即將要進行首飛 那不就是這個月了嗎 意味著中國大陸將會在新型的戰略轟炸機 強在美國的B-21的戰略機前面來進行試飛 另外中國大陸第六代戰鬥機的領域 也會取得更大的進展 也許也比美國更快的研製速度 所以美國媒體才會說很緊張 那為何美國媒體會說中國大陸官媒有透露說轟20要試飛 就是因為這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會 來看到是大陸的中航工業試飛院 它日前舉行了某重點機型的動員大會 在這個會場上有人表示 說這一款首飛的飛機 將會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和歷史的意義 那這一款所謂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跟歷史一的戰機到底是什麼 各界議論紛紛 對此印度媒體也進行了多方的比較跟猜測 這是誰說的 這是歐陽時報他進行了相關分析 進行分析之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 認為這一個戰機就是轟20可能性最大 包括什麼呢 包括從這個動員大會的現場教編上來看 其實有怎麼樣 其中有一架戰機很像是從來都沒有露面過的 殲-15的彈射型殲-15的彈射型的一個飛機 但是在這之前福建艦下水之後呢 就有消息傳出來說 其實就會有殲-15的彈射板出來了 那這一款戰機的誕生 雖然對中國大陸真的有很重大的意義 但是這還不能夠算叫做戰略意義跟歷史意義 好 那就不是殲-15的彈射型了嘛 另外呢 C919 C919的大科機 它進行試飛的最後階段 也會再近期試飛 那這個飛機成功試飛之後也會代表 中國大陸也將擁有屬於自己的民航客機 當然也是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 但是這一點也不能算是什麼戰略意義 好了 那經過了這些分析之後 印度媒體呢 歐陽時報就認為說 中國大陸的中航工業試飛院 這一次所進行的重點激情的動員大會 就是大家千呼萬喚的轟-20是非了 好了 陸美就說呢 長期以來呢 其實不僅是中國大陸軍迷們 十分的關注轟-20的消息 就連其他國家也是十分關注 比如說這一次是印度媒體嘛 那當前呢 在大陸的海陸空三位一體的戰略 核打擊的體系當中 就只有呢 這一個戰略轟炸機的這一個板塊 是有一些空缺 是有短板的 比如說轟-6轟炸機 雖然進行多次的改造 但是依舊只能算是一個半個戰略轟炸機 跟真正的戰略轟炸機相比呢 還是有許多不足 如果說呢 中國大陸一旦擁有了這個 戰略轟炸機的話 特別呢 還是轟-20這種隱身的戰略轟炸機 那麼中國大陸的三位一體的 戰略核打擊體系 不但會補足 而且還一躍成為世界頂尖的存在 因為呢 就聯合力量世界第一名的俄羅斯 其實他們都還沒有隱身戰略轟炸機 好 印度媒體有特別推測說 轟-20的輪廓進行相關推測 他認為說這一款的戰略轟炸機的航程 可以達到多少 航程可以達到了一萬兩千公里 那足夠能夠搭載是核武器 或者是高超音速的導彈 進行遠程的打擊 那用這個航程來算一萬兩千公里 哇 那很遠很遠 這款轟炸機能夠輕輕鬆鬆的突破什麼呢 美國所創立的 比如說第二島鏈 這是第一島鏈 台灣在這邊 日本第一島鏈 他說可以輕鬆的突破第二島鏈 再來甚至是第三島鏈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本來想把中國大陸 圍在這個島鏈裡面 但是有這個轟炸機的話 這個島鏈根本都不是問題了 就連你美國這個地方 全境50周都在它的打擊範圍之內 而至於它能夠攜帶多少的核武器跟導彈 那當然要取決於中國大陸的發動機的水平了 窩扇20它的推力真的很強 能夠讓轟炸20的載重量大大提升 但是目前這款發動機還不夠成熟 它體型真的滿大了 它是給像是一些大型運輸機 比如說這張照片是跟運20進行了搭配的 另外還有為民航客機所準備的 轟炸20非翼的氣動佈局 沒有辦法容納這麼大的一個發動機 所以最有可能是窩扇10的發動機 那是有沒有可能的呢 印媒認為說窩扇10可能會跟B2一樣 採用四台的是窩扇10的發動機來作為動力 到時候窩扇10將會是大陸完全國產的一款 隱身戰略轟炸機 陸媒就說當前美國所設下的 這所謂的三條島鏈的第一島鏈 已經被中國大陸給突破了 而且在第一島鏈內可以說是無敵的存在 而美國為了對中國大陸進行了封鎖跟制裁 所以在第一島鏈是沒有辦法攔住 中國大陸的狀況之下 第二跟第三島鏈加大的軍事部署 所以才會有AUKUS 要把核潛艇放在了澳洲這個地方 進行相關的部署 但是一旦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在這邊集結來對付中國大陸 好 那重點 有了這個瘋20之後就不一樣了 瘋20的遠超的航程加上隱身 你可能看不到它 就可以輕輕鬆鬆越過這些所謂的島鏈的封鎖 進行對美國本土的進行突襲 這也是大家為什麼會這麼關注它的原因 大陸媒體也解讀 美國為什麼這麼簡單 因為美國長期是壟斷所謂的 隱身戰略轟炸機的地位 美國的B2A的隱身轟炸機 可以執行像是跨洲際作戰的任務 所以也是美國的隱身屠房 作戰的中間力量 而HON-20的轟炸機 被視為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者 這會打破 美軍在隱身戰略轟炸機的地位 側重跨洲際還有跨大洋的 相關遠程的打擊能力 而且航程接近B2A的戰略轟炸機 達到了一萬兩千公里 美國什麼夏威夷軍事機力 在它打擊範圍之內 而且也可以飛越北極和太平洋 直到了美國本土 對美國50個州發動遠程的打擊能力 所以當然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另外美國媒體Military Watch 他也特別點出來說 B21還有HON-20 都是具有高度的隱身性的轟炸機 除了執行的遠程 轟炸之外 這兩款轟炸機 還能發揮轟炸機以外的能力 比如說空中預警 還有指揮空中加油 電子攻擊以及海上打擊等能力 在替動的佈局上 美國媒體甚至認為 中美在研製轟炸機 都採用了跟B2A相同的 轟炸機的非翼式的佈局 不過對它盡力的避免B2A的轟炸機 高成本以及高維修的需求的弊端 雖然中國大陸之前還沒有發展過 像是非翼式佈局的轟炸機 但是中國大陸有這個能力的 比如說在非翼式的佈局領域當中 它有很多經驗 最經典的就是2019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國慶閱兵當中展示的 攻擊11無人機 美國媒體認為雖然轟20的轟炸機 參考了B2A的轟炸機的氣動設計 但是也有創新的地方 最明顯的不同 就是配備了一對可動垂尾 這就領先了美國了 美國媒體有說這種設計 大大提升了轟20轟炸機 在低速飛行的狀態下的穩定性 這個要好好補充一下 什麼叫可動垂尾 意思就是轟20它有幾種狀態 第一種是平放的狀態 你看這個所謂的垂尾 可以充當主翼的一部分 讓它的隱身最大化 就是它很大的優點 另外它也可以變成是旋轉的狀態 可以充當水平微翼 讓它的爬升能力達到最大化 你看它另外一個就變形了 還有它可以變成是豎起的狀態 也就是充當是V型的微翼 長這個樣子 讓這個穩定性達到最大化 美國媒體說由於B2A的 美國自己的B2A轟炸機 它求的是隱身性能 完全採用飛翼式的氣動布局 沒有設計尾翼 所以導致它飛機在起飛的時候 還有降落的時候 飛行的穩定性是比較差的 所以B2A它還有設計一套 很複雜的飛行程序 不過就算是這樣 也會出現起飛階段墜毀的情形 好 轟二十的轟炸機增加了這一對 可動的垂尾之後 在不改變飛機隱身性能的前提之下 增加了它的低飛速的引動性 穩定性 在飛行的時候可以增加它的穩定性 而且在起飛跟降落的時候 因為有這一個像是V型尾翼升起 增加了尾翼的低速的穩定性 而且它在進行的所謂的巡航階段的時候 尾翼跟機翼的融為一體 還不會破壞了隱身的能力 除了增加了飛行的穩定性 降低飛控的程序 複雜程度之外 可動的垂尾 也可以讓轟二十的轟炸機 獲得超音速飛行的能力 這一點就被說是美國的B2 還有B21的戰略轟炸機所沒有的 美國媒體就說 由於轟二十是中國大陸首款的 隱身戰略轟炸機 光是這一個相關的設計 就領先了美國 您贊同嗎 一起來吧 先按讚 再留言 以及為別人的證明留言 按讚 然後分享 連接出去 每天做好做滿支持中天三步驟 按讚 留言加分享 一起成為堅哥的力量 哈囉 我是賴玲 賴小英 民間特徵組是喚起大家 對正義的期待 他用這兩點很淺顯易懂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是說 特別費跟國務基調費的性質 是完全都不一樣 可以再講得淺白一點嗎 雖然這個政府用壓制 或視而不見來回應民意 我政府會害死人 但是透過節目中 證據的列舉 還有專家分析的法條和案例 你我更瞭解 這個政府幹了什麼事 讓你我也讓受害人 不會感到寂寞 每週三下午5到6點 民間特徵組直播 週五 六有精華版上架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局勢中 各國如何使出渾身結束 來場頂尖對決 大國背後千絲萬縷的角力戰 又藏著什麼個懷鬼胎的計謀策略 每週六晚間9點到11點 最權威的專家用最獨特的觀點 觸動你的腦神經 滿足你的求知運 現在跟著我站一站一起 前進戰略高地 好 中國大陸崛起 重返了世界的舞台 美國以前是不斷拉著印度 來對抗中國大陸 但最近中意的關係被說緩和了 但您認同中印應該要良性的競爭 消米旗艦 而不是印度像以前一樣 在美國後面不斷抗中嗎 您支持這樣子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最近有兩個讓印度真的滿開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要跟中國大陸 好好比較的話 印度還真的是不同量級差了一大截 譬如說來看到聯合國的報告預測 印度的人口將會在明年超車中國大陸 越居是全球的人口的最大國 but so what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早就不是在靠以前的人口紅利 努力讓所謂的中國製造 變成朝更精密的製造業來邁進 另外中國大陸 其實也在航母的這塊領域非常的強 印度的國產航母 說要在8月15號正式服役 印度將會成為上市美國 英國 俄羅斯 法國跟大陸之後 第六個有能力自行建造航母的國家 但是航母大家都知道 只是一個平台而已 重點是上面的艦載機是什麼 印度在航母的研發 還有艦載機的能力 也被說跟中國大陸 不是同一個量級的 航母首先就來聚焦是說 聯合國11號發布的報告有預測 說在今年11月15號 世界人口會達到80億 另外印度的人口會成為 中國大陸之後突破14億的大關 在明年的時候 印度就會超車中國大陸 越居的是全球的人口最大國 比原先估計的2027年還要快了4年 聯合國的數據顯示 今年印度人口達到了是14.12億人 中國大陸則是14.26億人 明年印度人口就會趕超過了中國大陸 只是大陸以前的經濟的榮景相當程度 是的確靠的是人口紅利來支撐 但現在早就不是只是靠人口紅利了 中國大陸的工資也上漲了 所以已經讓這些勞動力密集性的製造業 慢慢轉移到勞動力豐沛了越南 孟加拉拉印度等等的 很多是東盟國家他們也很開心 中國大陸把這些能力 慢慢轉單給他們了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工資真的也變貴了 另外更不用說中國製造 已經朝向2.0賣進了 要更精密的製造業 那跟印度就很不一樣 另外來看到印度的國產航母 將會在8月15號正式服役 我們來看看 這是印度斯坦時報它報導說 印度海軍首艘的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 當地時間10號結束了第四次的海事之後 返回到克勤的母港 接下來會完成所有的交付準備 並且會在8月15號正式服役 到時候印度就會成為美國 英國 俄羅斯 法國跟大陸之後 第六個有能力自行建造航母的國家 好 那說到這一艘的維克蘭特號 它的滿載的水量 其實會來到的是4萬噸 全長是262米 寬60米 最大的航速有28節 能夠以18節的一個速度 航行連續7500海里 那擁有14層的甲板 內設是2300個隔間 那可以容納是1700名的船員 這些看起來還算不錯的帳面數據 但是航母最重要的就是在作戰的能力 那這一艘所謂的維克蘭特號 它採用的是典型的俄羅斯的 就是滑越起飛 還有攔阻降落的模式 這已經就說輸給了中國大陸的福建艦 它採取的是電磁彈射的系統 所以維克蘭特號 它又怎麼樣 它的作戰能力怎麼樣 它可以搭載大概是40架的 各式的戰機 包括什麼呢 俄羅斯製的 注意是俄羅斯製的 米格29K的艦載戰鬥機 以及俄羅斯製的卡三一的預警直升機 還有美國的來看到的是 MH-60R多用途的直升機 另外這個是美國 它弄錯 那個國旗弄錯了 另外還有包括的是 印度國產的ALH的直升機等等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印度就算有航空母艦 但是它的艦載機 還是遠遠落後給中國大陸 接著我們來看到 這個印度媒體也在高度分析 大陸004型的航空母艦 他說大陸004型的航母 確定採用的是什麼呢 採用的是核動力 而且隱形艦載機 可以進行戰場的核打擊 印度媒體這是歐亞時報 它特別表示 中國大陸下一艘的航母004型 會採用的是核動力 同時來看到 它會有一些核打擊的能力 而當前福建號的後續航母的 主要的隱身艦載機 也就是殲35 也在進行測試當中 印度媒體認為 殲35會是未來中國大陸航母的 主要艦載的戰鬥機 而搭配了004的核航母 會怎麼樣 會變成非常強勁的戰力了 而且現在 因為福建號的航母下水 中國大陸航母的技術 就向前跨進了一大截 陸媒說印度的海軍 其實用了60年的航母的累積的經驗 半個世紀的航母的使用經驗 費時費力搞出來的這一個航母 也是比較是初級的 就是滑越起飛的模式 而中國大陸海軍 只花了大概10年的時間 就直接怎麼樣 一下子就越過了真氣彈射 就過渡到哪裡 過渡到了電磁彈射的系統 讓大陸的航母擁有 美國核動力航母的作戰的效率 陸媒就特別強調說 像是004型的航母 會成為中國大陸海軍 歷史上作戰能力 最強的航空母艦了 而優雲作為核航母 那麼004型的航母 就不會配備裝備是003型航母 那種像是比較佔據 龐大空間的 這一種叫做燃氣輪計 你看這麼大一個 那只需要相對於體積 更小一點點的 也就是核反應堆 就可以確保這個驅動航母 在海面上 能夠跑出30節以上的高速 節省下來這些空間 因為它這個滿大的 節省下來空間可以怎麼樣 當然就可以利用 可以攜帶怎麼樣 攜帶更多的食物跟彈藥 延長航母的續航時間 還有作戰的半徑 而004型的航母的核反應堆 可能還會跟電力集成系統 來相結合 作為航母提供充足的電力等等的 所以解放軍完全有能力 在004型的航母上安裝的像是 軌道炮 電磁炮 還有像是激光炮 這些先進的武器 在現代作戰當中 004型航母會具有 美國航母族不具備的反導能力 還有反衛星能力 而使用剛剛說的電磁炮 還有軌道炮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進行打擊 打擊美國的低軌的衛星 同時讓中國大陸航母 可以在絕對安全的距離之外 和美軍的戰機還有導彈 進行是超遠程的海空打擊 避免航母遭受到美軍的空中的威脅 同時也能夠減輕護航艦艇的壓力跟負擔 可以說004型的航母 有一點點像怎麼樣 有點像是戰艦航母的概念了 另外接著我們來聚焦說 中國大陸航母的艦載機 也是非常厲害 那當然一定要說的是已經下水的 就是福建艦的艦載機 它包括什麼 包括這三款都很厲害 像是殲35 空警600 還有殲15T的戰機 中國大陸航母會迎來說 最強大的艦載機 陸美提到的是 大陸新型的航空母艦的快速推進 航母重要的搭載 也就是搭檔 這個艦載機 也在快速的推進當中 目前中國大陸 目前的固定翼的艦載機 主要是什麼 主要還是殲15的艦載機 比如說我們常常看到遼寧號 跟殲15的騎將等等 日本高度的關注 拍了好多的照片 拍得也滿不錯的 好 來看到 現在是福建艦的陣容 越來越強大了 未來中國大陸海軍的 艦載機的陣容也會不小 目前來看到新型的艦載機 有下一代的隱身艦載機 也就是剛剛說到了殲35 還有來看到是固定預警機 空警600 最新露面的就是殲15D 所謂雙座型的殲15D 另外來看到 其實在珠海航展 曾經有亮相過的FC31 它之後出現之後 很多網友都認為 中國大陸下一代航母的艦載機 就會採用這個型號 而隨著下一代 隱身艦載機的樣子出現 經過多次的改進之後 從是非的頻率來看 中國大陸下一代的艦載機 就是由這個FC31原型機 來進化而來的 尤其就是這一款殲35 就是一款全新的隱身的戰機 必然就是突出它的隱身的相關性能 而且跟F35戰機一樣 採用的是內置彈艙 並且搭配很出色的雷達 有效的跟四代戰機能夠拉開距離 也是福建號航母 未來的主要的戰鬥力 殲35的這個戰機 雖然不比現在中國大陸的殲20來的強 但是它也是一款作為是中型的隱身的艦載機 它可以擁有殲20一樣的隱身能力 所以也是滿強大的 另外它可以使用像是什麼 它可以使用像是來看到的是霹靂10 還有來看到的是霹靂15的空空導彈 它的這個導彈的性能也是滿不錯的 它可以用到這一些的導彈 外加什麼呢 各類精確的製導武器 而且這個腹部的彈艙的武器 其實掛彈量也不比F35少 而至於說所謂的這個發動機 因為中國大陸以前的時候 發動機被說比較差一點點 但現在越來越好了 這個發動機隨著殲20的戰機 它的新發動機的技術 不斷不斷的成熟 尤其來看到殲35 它的這個艦載機的發動機 也被說不會少太多 也不會太差 總之來講有了這個所謂的隱身的艦載機 福建號的航母就會有 趕超美國航母的資本了 另外中國大陸海軍 目前擁有的是三艘的航母 艦載的這所謂的預警機 我們來看看它的預警機 其實還是以直升機為主的 我們來看包括了像是目前 像是遼寧跟山東等等的 他們的這些所使用的艦載機 主要還是直18的這個所謂的直升機 而直18的這個直升機 它裝配的就是中國大陸新型的 相控陣雷達 不過從目前上來看 中國大陸航母受制於直升機的平台 雷達的尺寸有受到限制 自然探測的距離 也不如固定翼的預警機 所以在飛行速度 航程 流空時間 還有空間其實都不及於固定翼的 艦載的預警機 而美國其實它也有發展蠻不錯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看它 美國來看到是 靈米茲集還有福特浩集 他們其實都標配的怎麼樣 標配的是有 大概是5架以上的E2D的預警機 而空警600的中國大陸這個預警機 就是中國大陸正在研製的 新一款的預警機 而且是艦載的預警機 從照片上來看 美國來看E2系列的預警機 其實怎麼樣 非常像中國大陸的預警機 它的雷達的一個佈局 還有包括了後面多片的尾翼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把它圈起來 都跟E2有一點點像 這是中國大陸空警600 但是美國的E2 其實有一點點像 飛機的動力是採用的是 渦獎的發動機 而至於它的雷達系統 被說空警600也不會差到哪裡 畢竟中國大陸它也有經驗的 譬如說來看到是空警2000 以及空警500的成功的技術 所以空警600它也不會太差 所以在最近央視的報導當中 也有出現了另外一個 也就是殲-15的雙座艦載機的型號 來看看它 在美國的為什麼說雙座很重要 因為在美國航母的艦載機的配備 它其實就是配備很多是雙座的 比如說雙座的大黃蜂 FA-18C 還有來看到的是 FA-18F的戰機 他們都是雙座的艦載機 為什麼雙座很重要 它有一些優勢 有兩大優勢 第一個優勢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執行對地的攻擊的任務 另外一方面它就可以負責教練機的作用 意思就是一般來講 上艦進行的飛行員 都要進行高級速的一個教練機 上了軍艦 能夠有殲-15雙座的戰機 後面又多了一個教官等等 所以新飛行員 他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爬到該有的一個程度 另外還有包括了 衍生的就是包括艦載的電子戰機 也很重要 電子戰在未來戰爭當中 也很重要 比如說美國來看到EA-18G 也就是咆哮者電子戰機 它能夠使用的是電子吊艙 能夠壓制200公里範圍內的目標 目標會被干擾之後 其實變成籠子 瞎子 看不到 然後聽不到等等 所以在現代的航母作戰當中 必須要有電子的戰機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來看到殲-16D的電子戰機 公開亮相之後 其實這個技術說要把它轉移到了殲-15的戰機 其實根本不是個問題 因此福建號的航母的艦載機的布局上 就會有殲-15D電子戰機 因此可以說中國大陸目前即將服役的 三款重量級的艦載機都很重要 在現代的海上作戰這些戰機都是需要的 當然也被說跟印度的航母差很多 因為它只有一個平台 這艦載機差滿多的 中國大陸福建號航母 除了電力系統之外 其他技術跟設備都能夠跟美國的 尼米茲級的航空母艦來同台競技 同時剛剛說的殲-35 還有包括了殲-15D電子戰機 還有空警600預警機 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航母的先進技術 終究有一天也許中國大陸配備的航母 還有艦載機都會達到世界之跌 您認同相關的論點嗎 來聊天室我們一起聊聊 秘密麻麻的人群聚集在廣場 慶祝伊斯蘭教節慶古爾邦節 場面集的水泄不通 聯合國近日數據指出 印度人口很快就會超越大陸 我們現在計劃印度人口會超越大陸 成為世界最高的國家 成為世界最高的國家 最早的年代或2023年 聯合國報告指出 2022年11月 全球人口將突破80億 印度人口成長更是畏懼第一 而不只人口 印度在軍事方面也激起直追 印度首艘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 即將在今年8月下水服役 印度也將成為 繼美國 俄羅斯 英國 法國 大陸後 第六個能建造中大型航母的國家 而大陸的國產航母 已經來到第三艘 研發中的第四艘航母 更將採用核動力 對比印度就能看出實力差距 印度軍隊擁有超過140萬人 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隊 陸軍就佔了120萬人 相比之下 印度的海空軍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莫迪政府今年來一直努力推進軍隊改革 希望提高軍隊素質 而在外交方面 不論是在以美國為首的四方對話 還是中俄的金磚五國 都能看見印度總理莫迪的身影 印度奉行不結盟政策 追求戰略自主立場 即使目前全球陷入美國與西方 抗普丁之際 印度也持續與俄羅斯維持貿易軍事 密切往來 以自身國家利益為最大考量 記者蔡新成報導 好 美國不斷拉著印度來抗中 其實就是跨的四方安全對話 美日印澳 而這個雛形其實就是日本前首上 安倍晉三他所設立的 還有包括了美國常說的 什麼印太戰略等等的 那都是安倍 來看到台灣這邊副總統賴清德 到日本來調業前首相安倍晉三 台日其實沒有外交的關係 官員赴日其實有困難的 因此賴清德這一次 是用私人的行程來出訪的 也引發大家的討論 另外來看到說所謂操作抗中牌 美國駐港的領事 他其實有特別針對了 批評香港的議題 一起來聽聽看大陸怎麼說 對美方有關駐港領事官員 罔顧事實危言耸聽 對中方治港政策大方厥詞 對香港政治經濟形勢抹黑污衊 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國家安全得到維護 香港社會重回正軌 法治正義得到伸張 廣大香港市民和外國在港公民的 各項合法權利和自由 在更加安全的環境中 得到更好保障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沿著正確的軌道前行 對此香港社會各界高度認可 國際社會也普遍歡迎 出發 劇城王者必經折磨 管理抖掙 本來就是你死我國 抱歉見 你是必不敢的 連自己的兒子都這麼失態 你要指掌北梁 只此一路 要君從祝祿 還是走自己的路 就是個棋子 我屈奉年總要選自己想走 他就是下一代的北梁之王 雪中汗刀行 中天娛樂台敬請期待 對 先一面就好 新手料理大挑戰 想吃什麼 動手做看看 可以 沒有 可以可以 沒有什麼是吃一頓飯 解決不了的問題 如果有 那就吃兩頓 他的那個勾芡配飯 超級好吃 美食開箱 5.5 好吃好玩 嗯 好吃 鎖定每週三晚上 愛吃星球 您想看的都在 《傑德星球》 YouTube頻道 歡迎訂閱 按讚追蹤分享 開啟小鈴鐺 國際列席案件 男女情愛糾葛 通通都在 《五二惠客室》 歡迎收看《五二惠客室》 鬼安息的單元 我是何慧榮 還記得先前講過兩集 關於南韓娛樂圈的黑暗面貌 包含是女星 張子妍親生案的黑幕 YouTube搜尋 《惠客室》就能迅速找到 點擊標題 藍色hashtag 就能瀏覽所有影片 或是到台灣大搜索頻道 也能輕鬆找到播放清單 一起按讚留言分享 多點互動 給《五二惠客室》更多的前進動力 美國可以說方方面面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接連觸礁諷刺的是 美英澳AUKUS紛紛踢到了鐵板 您覺得美英澳是否應該務實 對中國大陸 而不是一味的圍堵大陸 反而害到自己跟全世界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一起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12號 在白宮的南草坪上 慶祝了美國槍支管制法案通過 同時也邀請了槍擊案的 罹難者的家屬 沒想到拜登發表演說時 一女父親 因為孩子在槍擊案當中遇害了 當場激動的起身打斷拜登的發言 痛批政府應該要做更多的行動 而美國最新的民調也顯示 拜登的支持度跌破了30% 就連自家民主黨當中 也有65%的支持率而已 創下了數十年來 美國總統支持率的新低 而拜登他又口誤了 等一下你好好聽一下 白宮南草坪上 拜登針對通過30年來 最重大的槍支管制法發表演說 邀請了槍擊案罹難者家屬 沒想到演說中一名父親情緒激動 當場起身打斷拜登的發言 不要錯誤了 坐下就聽我的話要說 如果你覺得… 你… 你… 禮難者家屬頻頻打斷拜登演講 遭到密情人人上前阻止 最後直接離場 但後來接受採訪時 這位父親失望說到 就算立法也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我現在要做什麼 聽到一套金額 拜登除了當場被剷演說搞烏龍 也再度上演 一場2018年槍擊 居然說成了1918年 整整少了100年 據上週發布的美國民調指出 拜登支持率平均僅有29% 不支持率更高達58% 刷新數十年來美國總統支持率最低 連自家民主黨都不停 盡管拜登今年初九早早宣誓 有意再角逐2020大選 但是民調持續探底 讓他始料未及 自家同志的質疑與不信任 成為當前難題 接著陳雷線報導 好 其實不只剛剛說的 拜登演說搞烏龍 2018年將即說成了1918年 整整少了100年 各界其實也很好奇 來看到說 拜登為什麼你會常常口誤 甚至有讀稿機 你也會出錯呢 這是8號他緊急簽署行政命令 保障女性墮胎跟避孕的機會 拜登在演說內容強調 他捍衛婦女的權益 還有但是被大家關注就是 他在讀稿的時候 竟然把講稿當中給他的提示 要他什麼 重複再念出上一句的提醒 也一起念出來 又一次的搞烏龍了 remembered これ可以說是不斷的口誤 這個民調也很低 那您支持他連任嗎 我們來聊天室一起聊聊 現年79歲的拜登 之前明確的表示說 他要競選第二任期 不過紐約時報最近發文 給他一個潑了好大冷水 紐約時報他以前都是 拜登啦啦隊 但是怎麼會這麼說 該文指出來說 有不少的民調顯示 美國民眾以及民主黨的戰略家 都嫌棄他太老了 認為他不應該再次參選 報導還說拋開 拜登因為失言摔倒這些糗事 遭到質疑的不談 他目前已經是美國史上 最年長的總統了 如果等到第二任期結束 他的年齡會達到86歲 紐約時報甚至還說 一些拜登的幕僚 還會悄悄注意他 因為他走路常常會怎麼樣 拖著腳 幕僚們擔心他會被電線絆倒 而在他公開演講時 經常還要屏住呼吸 希望他沒有失言 一直講到最後 至於拜登年齡的問題 川普的表態也很耐人尋味 他說很多80歲甚至90歲的人 還像以前一樣優秀跟敏銳 拜登不是其中之一 實際上生病從80歲才開始 川普怎麼會這樣說 其實也符合川普的利益 因為川普也被說 他也想要參加總統的競選 今年他也76歲了 到底2024年的時候 他也已經78歲了 拜登第一任才做了一年多 怎麼覺得他做好久 現在美國開始討論說 下一屆的總統到底是誰 大家是怎樣 多想要看到拜登下台嗎 引發大家好奇 而且川普跟拜登會不會再度對決 也成為最近的討熱話題了 但是特斯拉CEO馬斯克 他特別強調說 如果川普贏得了新的任期競選的話 這個任期結束時 他也已經是82歲了 這也太老了 不能成為任何事情的CEO 更不能作為美國總統 這個好像有點酸到拜登 因為拜登也年紀滿大的 然後馬斯克也說 這不僅表示川普 你不適合再當美國總統了 而且指出來說 自己偏向的人選是誰呢 他推特特別說 說是他 是佛羅里達州的州長 共和黨人德桑蒂斯 他特別說如果是德桑蒂斯 在2024年對陣拜登的話 他會輕鬆的獲選 甚至不需要競選 另外來看到是馬斯克 他最近也來好好補充一下 為什麼 他宣布退出了推特 440億美元的收購協議之後 推特揚言要對他進行法律行動 沒想到引來馬斯克的一陣仇弄 他11號在個人推特上 用自己的嘲笑表情包結合文字 用四公格呈現貼文諷刺推特 一天內就有12.1萬人轉發 102萬個讚 再度引發了話題 馬斯克的推文 第一章到第四章分別寫什麼 寫上說他們不讓我買推特 他們又說 不會披露機器人帳號資訊 現在他們想要上法庭 強迫我買推特 以及最後一個 他說現在他們得在法庭上 披露機器人帳號的資訊 馬斯克用文字配上圖文 就是在諷刺 雙方疑似在收購併購案之前的期間 針對內部後台權限有所爭議 儘管馬斯克笑得有恃無恐 但是推特投資人笑不出來 因為推特的股價11號 開低走低 疊勢恐怕難停 拜登現在領導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所以他才會所有的一舉一動 會高度受到關注 尤其美國領導人的能力 現在很多美國其實在科研方面 還是世界第一的沒有錯 儘管大陸陸陸續續的趕超 但是我們來看到美國 其實也有一些不錯的科研表現 譬如說美國太空總署 NASA11號他特別表示說 偽薄太空望遠鏡 捕捉到這張照片 就是有史以來宇宙最深最早期 而且最清晰的紅外線的影像 時間可以追溯到了138億年前 美國總統拜登也在白宮的簡報上 公布了這一張影像 大力稱讚了 偽薄太空望遠鏡 是人類最偉大的功臣名就之一 但您覺得拜登是在蹭光嗎 來聊天室一起互動 其實說到了美國跟英國跟澳洲 抗中碰瓷就要來說說強森了 來看到英國保守黨1922委員會 宣布會在9月5號票選出新任的黨魁 目前已經有11名的官員參與教主首相的職位 13號也是內閣提名的最終一天 第一輪的投票將會在本週三拉開序幕 說到了美英奧AUKUS 各界原本認為澳洲對中國大陸態度有釋軟了 那中澳關係會不會春暖花開呢 澳洲態度現在又變了嗎 譬如說中澳的兩國外長 在印尼之前舉行了近三年來首次的雙邊會晤 為雙邊的關係進行改善 邁進了好大一步 但是就在中澳兩國逐漸恢復對話之際 澳洲的總理艾班尼斯 卻又試圖展現對華強硬的姿態了 根據澳洲天空新聞網11號報導 艾班尼斯在當天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說 說這個澳大利亞希望重建跟大陸的雙邊關係 但是澳方致力於維護國家利益 不會回應中國對於改善兩國關係所提出來的建議 也不會在任何問題上改變立場 對於澳洲的態度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他其實有說 說中澳關係既面臨挑戰也出現機遇 如果能夠實現健康發展 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有助於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 今年是中澳建交50週年 中國大陸希望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 為中澳關係再把脈 再校準再揚帆 爭取兩國關係重回正軌 現在拜登被說領導力不足 不只黨內不滿 共和黨人更是敵對 重要的反而推不動 比如說被說一事無成 例如消息人士表示 拜登政府的三名高級官員 會在禮拜三向參議院介紹 全球創新還有技術競賽 還有520億美元的美國晶片法案 這是抗中法案 用抗中來包裝 但是來看到了 其中商務部長雷夢多說 這個晶片晶片法案 必須現在就要通過了 雷夢多還說 這個晶片法案 有助於降低晶片的價格 這個晶片法案必須通過 不是從現在開始6個月內 而是現在就要通過了 這個法案授權撥款3300億美元 用在研發 其中包括了520億美元 是用在補貼半導體製造 還有汽車以及電腦用的 關鍵的零部件的研究 未來6個月內會投入450億美元 解決供應鏈的問題 但過去幾個月 兩院難以達成共識 法案一直是難產的 執行人士有說 一些曾經跟拜登政府合作 推進法案的共和黨議員 現在根本不願意跟拜登來合作 尤其11月大選前 讓拜登推動的法案通過 他們希望自己 共和黨能夠控制眾議院 參議院之後 重新推出一套法案 就知道即便用什麼抗中 來包裝的法案 兩黨還是相當敵視 耳魚我詐 當然不只是晶片法案卡關 拜登想要降中國大陸關稅 猶豫不決 譬如說前立委郭正亮就說 拜登你真的怎麼樣 扭捏作態無法做決策 就是由貿易代表署 再去搞另外一群聽證 只有352之外再加一點 再開放一點 至少就表示 那不是我拜登做的 是企業拜託的 OK 我覺得越是這樣就看出 拜登這個政府真是猶豫不決 結果你就自己 把他拿掉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落裡巴說的 還要說我自己拿掉的 只有100億 然後另外的是企業拜託的 然後還有部分的項目 還要加稅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扭扭捏捏拖泥帶水的政府 事實上從執政以來 一直都是如此 你晶片這麼重要 結果把他放到 美國競爭法裡面 結果包了3000頁 到現在都死在那裡 這個就是拜登典型的 做決策的方式 就是他不會像川普這樣 就是單點打一槍 對不對 至少讓那個東西可以動 拜登不是 他全部都把它包在一起 包在一起就是 各種利益都進來 結果大家都動不了 所以我估計 這次這樣談我聽起來 我是認為 美國會針對重點個案 跟八個領域挑出某些 他可以動的事情 好 美國圍堵大陸 但紛紛踢到鐵板了 尤其像圍堵大陸的這些太陽能 但大陸的太陽能就很強 譬如說是印象的太陽能板等等 現在全球節能減碳的風氣之下 太陽能的發電 是各國發展重點之一 而太陽能電池的製造就是關鍵中的關鍵 陸媒表示 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的光伏 就是太陽能設備的供應國家了 未來將會在關鍵的部件製造上 佔據95%以上的份額 更表示留給其他國家的機會真的不多了 另外報道也說 日前國際能源署的報告顯示 要確定向淨零排放的安全過渡 需要加強更大的力度 擴大太陽能板的全球的生產 而且多樣化 還說中國大陸就是全球太陽能板的 電池供應的關鍵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統計 2025年中國大陸 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 一年達到的是3.3兆千瓦小時左右 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增量 在全球用電的增量當中 佔比超過了50% 那風電跟太陽能的發電量 實現了翻倍 美國跟這些西方國家 常常都只在中國大陸 那你自己呢 尤其來看到 共產的拒破 Uber再度被媒體給踢爆醜聞了 英國衛報有報導說 大概是收到了12萬份的 Uber的內部文件 揭露企業諸多的不當的商業行為 包括遊說啦 施壓啦 重金討好歐洲政客 試圖要中斷同業對手 歐洲的計程車相關的商機 拋開難以攜帶的捆捆現金 零錢小額 在電子支付 一鍵搞定的科技機能下 Uber抓住潮流商機 成了共產產業巨擘 不過城市崛起之際 駕駛性騷擾醜聞 也使得Uber 惡名昭彰 飽受爭議 而現在更爆出 駭人新聞的惡劣商業手段 英媒衛報透露 Uber曾和多國領導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德國總理肖茲等 多國政要施壓 報導更指出 Uber創辦人 也是前CEO的卡拉尼克 更與法國總統馬克宏 交情好道互傳簡訊溝通 其實Uber企圖將版圖擴展時 這曾經引發 歐洲南美各國計程車業者抗議 而現在Uber12多份文件曝光 也揭露公司在2013到2017年間 企業道德和商業策略 持續遊走法律邊緣 甚至為了將轎車服務 推廣到全球 每年不習耗機 9000萬美元遊說和公關 拉攏多名政客 打壓歐洲傳統計程車行業 而面對機密文件洩漏 Uber創始人卡拉尼克 更是強硬採取一件積分措施 防止事件愈演愈烈 表示過去違規記錄是事實 但企業已經改國自新 Uber發源於法國 名字由德文衍生 意思是比其他都要好 而公司目前市值高達430億美元 儘管先前多次醜聞爆發 卻依然在全球工程行業 屹立不搖 能不能躲過這回醜聞 端看媒體與調查團體 掀起的蝴蝶效應有多大 接著陳里森報道 其實說到了Uber 來看到也就是歐洲的問題 歐洲現在因為俄烏衝突引發了 歐洲對俄羅斯制裁進步加劇之際 俄羅斯對歐洲要徹底斷氣了嗎 來看到負責營運 俄羅斯對歐洲主要輸氣管道的 北溪天然氣的管道公司 日前宣布了通告說 7月11到21號要暫時關閉 北溪1號 你看俄國出招了 兩條的天然氣的管線支線 進行所謂的維護 要確保天然氣管道可靠 安全還有高效率的運行 德國真的好緊張 尤其經濟界可以說是戰戰兢兢 他們擔心一旦年度維修結束之後 北溪1號依然關閉 德國的天然氣供應的話 可能會出現崩潰 而且他經濟也會面臨衰退 您覺得歐洲國家十字早嗎 聊聊 現在我們還推出三種厚康的好組合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有8瓶可以選擇這款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可以噴8小時 加送2瓶2公升的水深 1瓶500毫升的噴瓶 和2瓶30毫升的水手噴瓶 如果您的空間更小 2到3瓶像車子就像我剛剛拿的這個 它是USB的插頭80毫升 可以噴到2到4小時 另外也可以送你2公升的水深1瓶 以及2瓶30毫升的水深瓶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特別是家裡有孕婦 小孩 老人的都適用 如果您想跟病毒共存 你必須要有配套 所以旺旺水神的防疫 有效幫助您保護您的家人跟自己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 我的 這邊 這邊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 中天蠟晚報 我是洪淑芬 提醒大家進來之後 第一件事情先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我們今天接下來 在我們的子頻道 一起來看新聞 好 進來之後別忘了 要先幫我按個讚 好 我們來看看